接下來看一些題目 我前面已經跟你講過了 有人會問密度比 我要你背 體積比 輕比癢2比1 怎樣比 輕比癢1比8 那有人就直接就問你密度比 古獸教過的學密度 密度怎麼算 還記得嗎 公式什麼 記得嗎 然後就這樣比比2 老師說過了不會比就不要亂比 把公式擺下去東西往裡面塞 答案就出來了 帥哥男 23 23 幾例幾比幾 5 4 3 2 1 請坐 公式密度就是 質量除以體積D的V分之m 然後告訴我這個比例就往裡面塞 往裡面塞 體積 2比1 下面2跟1 質量1比8 上面1跟8 往裡面塞 交叉相乘數學學過 答案1比16結束 簡單小事情 這個 請問這個 這種題目呢 這裡是有電池 有標正極跟負極 然後但是有的題目是 那個電池沒有標正極跟負極 你要看上面 產生的氣極的量 然後你學過了 輕比仰叫做2比1 輕在負極 仰在正極 然後由此知道誰是正極 誰是負極 不重要 等一下再說 來 請問你 我們說純粹不遇導電 我要加東西導電 請問我找誰 這個其實啊 很容易就猜出來答案是什麼 很容易猜出來答案是什麼 答案小女生 No.3 3號 3誰 答案誰 一共這樣 豬請坐 答案豬劉山 我們說要加電解值 你看他的選項就知道 答案就出來了 電解值叫做化合物容易水水容易可導電嘛 第一件事情沙拉油不容易水 不是電解值 第二件事情我當時也要你背 當要你背 什麼東西容易水不導電 你就背貴背 就蔗糖跟什麼 酒精嘛 所以就知道答案A不對 B不對 C不對 你就知道答案什麼 豬 答案豬 就算你沒有記得老師告訴你說除了加氫氧化那也可以加硫酸加硝酸但不能加 鹽酸就算你沒有記得你按照以前電解值所學的你也知道答案是豬 你也知道答案是豬 OK 好下一個 想請問你那個B管啊 B管是比較多的嘛 他是應該親戚嘛 然後他也是在接在腹級嘛 有親戚嘛 他問你檢驗 要用什麼方法檢驗親戚 要用什麼來 什麼方法檢驗親戚 帥哥呢 三四 你們有啊 姓同學啊 多少 B請坐下 我才有報名聲 當然是會有報名聲 OK 這是我們 教過的事情 氫氣可燃 燃燒當然是會有報名聲 所以呢 答案選B 如果是考試 這樣就夠了 你會答案就夠了 現在在學習這樣不夠了 你要把每個學校都搞清楚 還有A選項 C選項 豬選項 他檢驗誰啊 請問你A是檢驗誰的 A是檢驗誰的 很好有人講 可以檢驗二氧化碳 澄清水水通路氧化碳產生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那混濁是碳傷幹 請問你 C檢驗誰啊 餘靜復燃檢驗誰的 氧氣很好氧氣 氧有出燃性 可以使餘靜復燃 阿豬是檢驗誰的 講話 水很好 綠化雅菇是檢驗水的 有水綠化雅菇跟無水綠化雅菇 無水綠化雅菇什麼顏色 藍色 有水什麼顏色 紅色粉紅色 OK 所以檢驗水的 所以你自己學的時候就要把每個學長都搞清楚 考試是只要答案對就好 可是學習的時候要把每個學長都搞清楚 他做什麼用的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小練習 OK